2023年的税务申报工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美国国税局近期宣布全面启动创新的Direct File试点英文报税服务 并鼓励12个州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尝试这项新服务 直接向国税局免费在线提交税表以节省时间和金钱 为了帮助纳税人了解该项目 如何申请退税以及报税方式等信息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3月22日联合美国国税局举行简报会 向民众传达报税记的最新动向 美国国税局工资与投资司副专员凯文莫海德表示 国税局从1月29日开始接受2023年的报税 预计在报税截止日2024年4月15日之前收到超过1.46亿份个人税表 目前国税局已发放近4300万美元退税 此外 在报税季来临之前 国税局提供了免费帮助热线并大幅降低电话等待时间 同时扩展了在线工具 致力于改进纳税人的申报体验 凯文莫海德重点介绍了国税局最新的试点项目 Direct File免费报税服务 亚利桑那州 加州 佛罗里达州 马萨诸塞州 内华达州 新罕布什尔州 纽约州 南达科他州 田纳西州 德州 华盛顿州 以及怀俄明州这12个试点州满足特定要求的纳税人 可登陆Direct File开始申报 并在4月份报税截止日之前任何时候完成报税 完成联邦税表后 缴纳州所得税的州 亚利桑那州 加州 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纳税人 将被引导使用州资助的工具来完成州税表 对于这12个州那些尚未报税的人 国税局鼓励大家访问国税局官网IRS GOV 查看Direct File是否是适合他们的选项 他指出Direct File的设计是为了纳税人使用简单 在每一步中他都会显示计算背后的工作 因此用户可以确信税表是完整且准确的 申报从W2表格的工作中获得的收入 包括拥有超过一份W2工资工作的纳税人 申领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子女税优惠和其他被抚养人抵税优惠 申报标准扣除以及教育费用和学生贷款利息扣除 2023日历年全年都居住在同一州 符合以上条件的纳税人可将Direct File作为一种申报选择 此外 用户还可以通过Direct File的实时聊天功能 获得特殊国税局客户服务代表的支持 Direct File通常允许纳税人在选择经转账 直接存款后21天内获得退税 国税局鼓励大家以电子方式提交税表 并选择经转账直接存款以更快获得退税 电子报税减少了税表错误 因为税务软件会进行计算 标记常见错误并提示纳税人缺失信息 Direct File是纳税人报税的众多选择之一 其他的报税方式包括税务软件 通过国税局认证的报税志愿者或税务专业人员 民众可到官网查询有资质的付费申报工具 IRS GOV上的我的退税在哪里工具将为纳税人查看退税状态 此外 国税局将延长全国近250个纳税人协助中心的服务时间 为大家提供更多帮助 延长办公时间开始将持续到4月16日星期二 通常 纳税人协助中心的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 30至下午4点30分 并按预约进行运营 除了工作周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外 国税局还将在2月至5月期间 再次在全国各地的许多纳税人协助中心提供特别周六开放时间 纳税人可前往参与该项目的办公点 接受除现金付款外的所有常规服务 预知更多详情 民众可登陆国税局官网进行查询 该网站提供英语 西语 中文 韩语 俄语等21种语言 最后 凯文莫海德特别提醒 大家要在报税季警惕假冒国税局 退款虚假承诺 及骗取个人信息等类型的诈骗 他强调 国税局不会通过电话 短信 电邮 社交媒体主动要求纳税人提供个人信息 大家可前往官网 关注有关欺诈的警示 关欺诈 短信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